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安卓摄像头来拍一张照片 现在越来越多的通讯工具 比如说QQ啊微信呢 我们在给好友发消息的时候 比如说要发送一张照片呢 或者是拍张照片设置为头像啊 上传的相册之类的 这都是调用相机来进行拍照 然后进行相应的操作 这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学习一下 如何使用安卓相机进行拍照 上节课带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CAMER相关的知识 它下面有说 就是如何使用安卓相机来进行创建一个APP 总共有三个步骤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那么光看这些步骤 还是比较模糊的 那么它下面有一段视力代码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可以大家写一段小程序 然后来学习如何利用 Intent调用系统的CAMER进行拍照 那么我们写一个 先发个界面吧 我们要设计一个这样的界面 有一个最外面有一个大的布局 上面有一个button 叫做比如说拍照 然后下面有一个 ImageVal 然后等拍完照片后 我们就立即把图片显示在ImageVal中间 那么好 那么下面我们打开我们的开发工具 那么我们首先来创建一个工程 创建工程和之前我们学的是一样的 起个名字叫做调用相机拍照 包名我们改成麦子EDU 开模尔吧 然后我们指定一个SDK 版本 我们都用19吧 4.4的 我们不用这个X型吧 设置为那 然后我们nest的一步 这地方就是选一些图标啊 我们安卓5.0以后 它有安卓TV 也有就是这样的手表的界面 TV的界面 然后我们就是选一个空的activity 飞行创建OK就行了 然后我们选一个1920 因为安卓5.021 它预览的时候有些问题 我们就用19来预览 好 要实现刚才那个我们写的画出来的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来先写一下布局 先写一下布局 然后我们把这个布局给它设置成设置成linearlyout 线性布局 然后给它设置一个方向 方向叫做 我们给它设置成数值方向 下面有一个button 改成button 有一个按钮 然后下面按钮的下面呢 有一个image wheel image wheel image wheel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宽和高 都给它设置成 设置成magiparent 就是填宽护窗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是一个image wheel 上面是一个button button呢 我们给它请名叫做点击拍照 点击拍照 点击拍照 然后我们让这个按钮聚中吧 聚中的属性是用goelty的 这个lialty我们给它设置成center 聚中显示 这个设置成这个属性 那么我们看一下按钮 现在已经聚中显示了 那么我们跟这个按钮设置一个id 这个rid设置为我们起个名字 也叫做btbt拍照 拍照用什么呢 camera吧 然后这个image wheel 我们也给它设置一个rid加rid 我们知道在Eclipse开发工具中 按住alt加-是提示代码的 大家在平时开发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我们叫做起名这个image wheel 我们给它 再加个id叫做爱卫 image吧 好了 那么我们来寻找一下空间 这个地方啊 文件有点问题 我们给它clean一下 让它自动clean一下 我们把这个属性把这个前面打上勾 就是在开发的时候 整个开发工具进行自动的编译 刚刚这个R文件报错 就是它是就是我们写完布局后 它没有去进行编译 所以说它找不到 好了 那么我们 把那个两个空间给寻找了 一个是按钮 一个是imagine wheel 寻找空间是用哪个呢 fand wheel by id 我们之前应该介绍过 r.id 我们写下r.id点 刚刚那个叫做btcameral 这是按钮 然后我们回到前面 写下button btcameral 找到这个空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要强转成button属性 ok 然后我们找到另一个 r. 找到image wheel.id.iv image 这个呢 这个呢 我是一个image wheel的属性 image wheel 我们给它起名叫做image iv image 等于 它呢 因为它是image wheel的空间 我们给它抢转成image wheel 然后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给它把这两个空间给抽出来 变成类的成员变量 我们写一下 在上面 button camera 这地方 这样就ok 然后我们再 写下image wheel 当然 在Eclipse开发工具里面 快速复制的按钮 我们看一下这个写错了 写成 image wheel 在开发工具里面 如果要使用快速复制的功能 这里有一个快捷键 快捷键呢 那是就是Ctrl Alt加下键头 我们试一下 这是快速复制一行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复制多行 Ctrl D是删除 这个 这一行 还有一个快速移动的快捷键 快速移动按快捷键呢 是Alt加下键头 或者是上键头 按住Alt加下键头 是向下复制一行 然后按住Alt加上键头 是向上复制一行 大家平时开发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来实现一下这个按钮的点击事件 我们给它set一个onclicklessen了 它需要传一个onclicklessen的接口 那么我们用一个onclicklessen的接口 那么导个包 那么实现它里面的onclick方法 我们就在这里面做一些处理 我们看一下 刚才看了一下 谷歌的视力代码 它说就是实现一个拍照 首先要开启一个intern的 我们把这句话拷过来 我们拷过来讲一下 首先它intern的里面传的是一个media 10号的里面一个叫imagecapture的一个 译图 那么我们导一下包 然后呢写完一图后 我们要 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对象 那么我们看一下 谷歌 这个视力代码 它有这样两句话 考过来 它说创建一个文件来保存这个图片 然后并且这个地方传的是个文件名 好 那么我们就来创建一下 我们创建一个一个文件对象 然后又一个fail 它传的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是一个路径 第二个是文件的名字 路径呢 我们就用sd卡的根目录吧 sd卡的根目录是通过一个invaryumant.get 外置存储卡 第一个 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得sd卡的根目录 那么文件名呢 我们就用当前的实践吧 为了方便器件 我们就用当前的系统时间 加上 加上一个gpg.gpg 我们这样写 然后我们创建完文件对象以后 通过intern的去传一个值 传的是一个media10套里面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output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ui ui呢 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有一个ui.fromfail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fail对象传进来 然后做完这些工作后 我们看一下 然后就是开开启一个activity start activity for real 我们用这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值带过去 然后并且 接受返回的参数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长量值 长量值呢 我们谷歌官方给设置的是100 那么我们就给它也设置成100吧 这个长量值写什么都行 是个int型的100 我们知道我们使用start activity for real 的时候 有一个接收的方法 叫做onactivity resout 在这个方法里接收传过来的参数 我们做一下判断 f request code 等等于100 我们刚刚定义了个100的长量 等于100 那么 我们就 imagine will set 一个 有一个方法 叫做set imagine uri 传一个uri进来 UI呢 那么为了方便提建 我们把这个fail 也定义成类的成员变量 叫做fail 同样这个地方也就用刚才那个方法 uri.form fail 好了 短短的这几行代码已经 嗯 可以 已经实现了我们调用相机拍照的逻辑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打开我们的模拟器 我经常使用的是这个第三方的模拟器 它的速度要比安卓原生的模拟器快一点 我们启动一下看一下 ok 模拟器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运行一下 转一下 好 发送到模拟器 我们看一下效果 点击拍照 点击拍照 那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知道模拟器是没有摄像头的 所以说 模拟器一般它自己 类置了一个 一个活动的画面来模拟摄像头 那么我们来点一下 试一下拍照 ok 已经拍了一个照片 那我们这时候如果点这个确定按钮 那么就会飞到刚刚那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效果 ok 已经把画面显示到这个ImageView上面了 这就是一个安卓拍照的整个流程 如果你说我手里面没有安卓手机 非要想用模拟器来模拟拍照的话 那么模拟器也有一个方法 它可以使用电脑的前置摄像头 来作为它这个摄像头来进行拍照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方的模拟器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的电脑的前置摄像头 当然安卓原生的模拟器也有这个选项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安卓原生的模拟器 编辑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前置摄像头 有看这个是模拟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电脑的前置摄像头 那么实践关系在这里我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大家知道就行 我们刚刚拍了一张照片 那我们怎么来打开并预览它呢 这里有一个调用系统的媒体库来进行预览照片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来调用系统的媒体库来预览 照片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界面里面下面增加一个按钮 叫做 叫做 我直接考一下 叫做 预览照片 叫做预览照片 这个地方给它写 写成一个ID给它改成show imagine 可视化一下 好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界面里面 寻找一下空间 button 当然我们也把这个定义成类的成员变量 快速复制的按钮 快捷键是Ctrl Alt加下键头 大家可以用一下 OK 我们给这个预览按钮也设置一个点击式键 那么 .setonclicklessner 那么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按钮 OK 我们知道 拍照的时候是 使用系统相机拍照是发给系统一个intern的 那么 打开 使用系统媒体库来浏览 来预览照片的话呢 也是一个intern的 那么 intern的 大家写一下 又一个intern 这个intern的传个参数叫做 intern intern .exe 下面有一个 acti on well 有一个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呢 intern的 给它set了一个 data 然后type传的一个是UI 然后 第二个是 是过滤的一个参数 我们告诉它是叫做inmy 一个斜杠 就是告诉系统我们传给它的是一个图片 那么URS 刚刚这个 刚刚我们写的个文件对象 fromfail fail ok 那么我们也开启这个 把这个 开几个 artivity 把这个intern的给它传过去 好了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我们的代码 看一下效果 来了 好 我们先点击拍照 先拍一张照片 ok 我们看一下拍张照片 那么我们预览照片点 看到没有 它自动就是打开那个安卓的系统的媒体库 然后把这个照片给显示出来了 那么我们返回的话就返回到这个界面 我们再演示一下点预览照片 图片就显示了出来 ok 那么这整个 这一段代码就是说 就是 点击拍照 调用系统的相机进行拍照 并且使用媒体库来进行预览照片 大家回去后把这一段代码进行练习一下 好 好 嗯 好